亲爱的观众们,今天我们将一同踏入一个充满好奇和激动的世界,带来一些热辣的新闻。 首先,肖战用Zen Hei的首批渲染图震撼了网络,占领了微博的热搜,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充满神秘和吸引力的新篇章。 令人瞩目的是,第六季街舞争霸的总决赛终于来临,预示着将带来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表演。 同时,王一博的回归也让粉丝们沉浸在喜悦和意外的期待中。 让我们一同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探索这些独特而惊喜的事件,激发好奇心,点燃激情的火焰。 肖战携手藏海首发海报,微博瞬间掀起热潮。 在中国娱乐领域,充满魅力的演员肖战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 他即将出演的角色藏海首张海报已经发布,迅速在微博上引起轰动。 粉丝和网友纷纷对他令人惊叹的外貌表示赞叹,让他们对他无可否认的魅力和英俊的外表感到惊叹。 藏海的崛起 随着备受期待的剧情逐渐展开,肖战作为藏海的首次亮相,标志着粉丝们瞧手以盼的时刻。 受张海报不仅加剧了人们对该项目的期待,微博上也充满了粉丝们,分享对这位明星的热情和钦佩之情。 肖战无与伦比的魅力 人们不禁要问,怎么可能有人长得这么帅? 肖战以他的颜值、才华和魅力俘获观众的心,这一点是无与伦比的。 他在荧幕上的存在感一直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赢得了一个不仅在中国而且全球范围内的忠实粉丝群。 社交媒体的狂潮 藏海的首张海报一亮相,微博上瞬间掀起了一股狂潮。 肖战的名字迅速登上热搜榜,粉丝们纷纷在网站上留言、赞美,并分享他们在新角色中最喜欢的形象。 这种势头的爆发是对这位演员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对即将到来的剧集的期待的名证。 网友们的反应 微博上的网友们表达了对肖战永恒魅力的钦佩之情,赞扬他那超凡脱俗的美貌和雌性的荧幕存在感。 怎么可能有人长得这么帅? 何肖战的形象简直超凡脱俗,等评论充斥着平台,展现了对这位演员无与伦比外貌的集体,敬畏和欣赏之情。 对藏海的期待 随着剧集的上映日期临近,人们对藏海和肖战表演的期待不断升温。 粉丝们迫切期待在剧中看到更多关于这位演员的片段,每一次新的街市都为该项目周围的热潮增添了新的动力。 肖战作为藏海的首次亮相,无疑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微博成为粉丝们表达崇拜和兴奋的虚拟枢纽。 这位演员持久的受欢迎程度和无与伦比的魅力确保了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成为文化时刻,让粉丝们迫不及待地倒数着日子,直到他们再次见证他在荧幕上的精彩表演。 这就是街舞六官宣,王一博将会现身总决赛,他的领地无可撼动。 街舞的第六季总决赛终于到来,王一博的回归令人欣喜,街舞已经成为他的领地,因此,我们期望王一博的舞台表演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谈到街舞,王一博总是首先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他不仅是娱乐界的热门IP,更是让他在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魅力所在。 王一博不仅是一名舞者,还是一名演员,他的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变化。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街舞不仅吸引了王一博的粉丝,更是他展现才华的舞台。 王一博在街舞领域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有许多人因为他而认识并参与其中,他也因此成为了街舞宣传的核心人物,对于中国街舞的进步,王一博的贡献无疑是不可磨灭的。 王一博参与的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的三个季度,不仅推动了街舞的展露头角,也塑造了他自己的形象,并展示了年轻一代对街舞的热情和专注。 尽管街舞六节目中并没有王一博的身影,但自从开播以来,王一博的身影始终存在。 他领导的战队一波王炸,无疑已经成为了许多团队的典范。 这个团队将街舞的精髓浓缩在一起,肩负着自己的使命,并在街舞领域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许多街舞高手都参与其中,为观众带来了许多经典的表演场景。 话不多说,这一次我们要讨论王一博的回归。 这位小肥妖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自开播以来就一直在期待他的归来。 但无奈的是,他非常喜欢观看王一博的舞蹈。 作为王一博的粉丝,他对舞蹈的热爱更是无法言喻。 他是那种天生具有舞台魅力的人,他的身材比例非常好,轻轻一摆,就能深深地吸引人们的注意。 你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跳舞,被他的舞姿所吸引。 哎,在赞美王一博的街舞生涯中,他是一个不能吝啬的人,他的赞美永远不会停止,因为这是他的领地,是他的统治区,是他的实力和魅力的体现。 他从小就对身体的控制,音乐的掌握,节奏的掌控,都是他多年的锻炼,这是他用童年换来的。 舞台上的一分钟,舞台下的十年努力,舞者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决心,这也是王一博在情感控制,工作态度和对所爱之事的专注方面表现出色的原因,这就是所谓的舞者。 王一博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舞台上展现的是那一刹那的喜悦,是一种在舞台上的心灵释放,而电影则是经过精心制作的。 然而,他似乎遗忘了那一刹那的喜悦,那是他多年的积淀,如果没有那份瓷器般的记忆,他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实力走上舞台呢? 他总是对自己的能力轻描淡写,这个孩子总是如此低调和谦逊,这也许是吸引我们的原因,这种年轻人的态度是非常珍贵的。 当我看到街舞六关的公告时,我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对于那些热爱街舞的人来说,他们最期待的是王一博所表演的街舞。 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街舞圈的界线,能够激发全民的热情舞蹈。 除了王一博,我真的很难想象还有其他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自称为小肥妖,对王一博的吹捧从未是空话,我总是强调真实和价值,即使我的吹捧不是很出色,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热情。 肖肥怪的性格决定了他的音乐,他的舞蹈,他的表演,他的歌声。 街舞是他坚不可摧的领域,在这次的舞台表演中,众多观众都盼望他与蒲仔饭共同演出Breaking,真的,这让人心情愉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街舞第六季的直播将在线上进行,而线下的直播地点定在澳门。 预计将有更多的观众前来观看。 1月20日是王一博,确认参加的日期,许多观众都提前购票。 尽管这不是他的主场,但能够亲眼看到王一博的舞蹈表演,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乐趣。 好的,2024年街舞无疑将再次成为热门,这种小众的体育活动充满了无尽的活力, 尤其是王一博的大力推广和支持,使其成为众多年轻人钟爱的运动。 街舞第六季的官宣让人们兴奋不已,尤其是王一博将在总决赛中露面的消息更是激起了广泛的期待。 他的回归被形容魏领帝无可撼动,这一说法充分表达了他在街舞领域的卓越地位。 王一博在街舞界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舞者, 更因为他成为了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IP。 他的存在不仅吸引了无数粉丝,也让娱乐界对他的表演充满期待。 总决赛上,人们期待着他的舞台表演,希望能够亲眼目睹他的舞蹈才华,让梦想变为现实。 谈到街舞,王一博总是不可忽视的焦点。 他既是一名舞者,更是一位优秀的演员,通过多年的努力和成长,他呈现了多面低才华。 这次回归总决赛,也许将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在这个舞台上,他有机会展现出自己的全新一面,将才华和魅力完美融合,为观众呈现一场难忘的表演。 总的来说,王一博的街舞回归成为街舞第六季最受期待的亮点之一。 他的存在让整个比赛更加引人注目,也让观众对他的表演充满了期待和热情。 这也将成为街舞历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瞬间。